HELLO 大家好,我是Shena 今天來烤麵包 不用用機器 只要掌握水和粉的比例 和麵團的質地 就可以烤出很柔軟的麵包 中筋麵粉 酵母 糖 鹽 先用筷子攪拌一下 打個蛋 一杯暖暖的牛奶 用筷子攪拌均勻 到你見不到乾粉 你會發覺為何有麵團這麼濕 不用怕 足夠的水分 是令麵包柔軟的關鍵 然後不要急著搓麵 蓋著蓋子攪拌20分鐘 讓麵團有足夠的時間 吸收水分和形成根性 20分鐘後 再放牛油 這步繼續在碗裡操作 手和麵團邊邊都灑乾粉 然後在邊邊向中間一邊摺一邊搓 為何麵團還是很濕 是這樣的,不用怕 千萬不要急著在裡面加粉 手上蘸些粉 繼續重複剛才的動作 到牛油慢慢吸收 就比較好搓 也可以用刮板幫手 到牛油基本上吸收 就可以了 不用搓到它很光滑 蓋著蓋 發它一個鐘 盡量放在溫暖的地方 比如在焗爐裡 然後來準備油酥 油 麵粉 還有鹽 攪勻 再切點蔥花 發好的麵團 會比原來大了兩倍 在邊邊灑乾粉 然後把它拿出來 然後又重複剛才的動作 在邊邊向中間摺幾下 麵團就變得光滑了 再分成六份 在邊邊向中間摺幾下 在邊邊拌 在邊邊拌 拌成光滑的圓形 拌成光滑的圓形 用保鮮紙蓋 打算搅拌10分钟 光面向下 用手压一压 选择桌圆形 搅拌一层油酥 灑点葱花 卷一下压一下 卷起 然后两个手掌斜斜斜地 一边滚一边轻轻压住 一头一尾 变成这样的形状 3形状 3个压力 3个压力 4个压力 四个压力 再蓋着保鲜纸,最后发30-45分钟 发到差不多时,就可以鱼耳焗焗,350华氏度 8号面团,酱糊糊 先掃一层蛋液 再在顶上滲一点葱花 最后,舀日本沙律酱或蛋黄酱 放入烤烤烤30分钟 出炉了,整家屋都香了 活儿炸 gibi,就趁热了 没见不过,身边正在通过烤定 吃面不需要机器,也不用拖手软 质地很柔软 口感出一个有的 Tai Jonathan 滴头有葱姑娘和之前的香味 要食到家吃新鲜出炉的面包,不 even that x 多謝收看 喜歡的就給個like我吧 記得留言分享和訂閱我的頻道 按下旁邊的鈴鈴提醒你有新的影片 下次見 拜拜